字腐通创业军事 是由香港贸法局创业快线全力支持 随着科技的发展可以协助企业提升效率 减低成本 本地有初创公司就研发系统 应用于餐饮的行业协助餐饮业解决人手方的问题 阿Tim 你好 你好 可否先和我们分享下你的创业故事 以及为何在2019年成立这家公司的契机 其实我之前是做餐厅的 我和几位partner一起开餐厅 那时餐厅要兼顾很多东西 要人手、营运、做好的食物 然后又要想怎样宣传 其实也挺吃力的 而且当时人手的压力也挺大 外面的人手很贵 还有短缺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订食材的时候 都比其他餐厅贵的 其实也有些原因的 于是我就想帮餐饮业解决这些问题 就一开始有一个QR Code落单的想法 就是希望减轻人手的其中一小步 就是这样开始了一个系统 去帮餐厅解决所有的营运问题 即是你本身是经营参业的时候 遇到市场上的痛点 接着推移广之就知道 其实餐饮其他老板都有这个痛点 就希望解决了它 是的 没错 其实现在公司的业务范畴 由最初的QR Code点赛 到现在的演化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开始就一个QR Code 只是落一张单 就印一张有什么吃的单出来 那餐厅自己也有自己的收银系统 慢慢演变了 我们就自己建了一个云端的餐饮系统 那由落单、卖单 全部都可以用线上的方法去解决 即是用一个iPhone或者手机 就自己落单 就自己选卖食物 卖单 在当中也可以宣传餐厅的特色食物 即是有什么推荐菜 或者落单的时候叫了很多串销 不如叫多杯啤酒 这些全部都可以做到 那之后演变了会员系统 即是餐厅要拿一个会员 其实时间成本都很贵 即是要落会员数码 又要落些优惠 那于是我们就做了这一部分 那背后的数据呢 亦都可以给予餐厅分析 即是它卖得最好的 什么时候卖得最好 可以帮它制定回来的menu 如何去更新 那这个就是我们云端系统的演变 再加上最近我们开始有得订食材 那就是餐厅如果它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我们平台上订到它的食材 是比它普通市面的价钱便宜一点 因为我们集合了所有餐厅一起 那这个是我们餐饮 即是营运上的业务 还有一个就是帮餐厅做宣传的 那我们亦都是一个国内饮食平台 点评的官方代理 可以帮他们做宣传 那现在用你们服务呢 你们的目标客户是哪一类型的餐饮机构呢 我们现在的客户大约有2000个 香港其实有2万间餐厅 那我们的客户其实很阔的 是由一个叫拉面 车仔面去到串销火窝 甚至去到西餐 一些东南亚菜 其实我们都在做的 就是我们有些打印机都在印太文出来 所以客群是很阔的 还有我们一开始是比较集中一些中小企的餐厅 就是20间分店以下的餐厅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效果 刚才说到其实你们的系统 是包括了一个大数据和云端的服务 我们现在香港做餐饮业 其中一个老板面对最大的压力 就是人手的压力 比如刚才说 你既然有好这两种数据和云端服务 怎样帮那些餐饮业的老板 解决人手的问题 譬如我想 如果公司有几间分店的餐厅 它转个单位的时候 可能很多程序要做 但是用你们的服务的时候 会否可以帮它减轻程序呢 或者是时间省了很多呢 做生意时间就是钱 没错 首先 人手的压力真的很大 在流程上 其实我们有几个模式 第一就是 可以未进一间餐厅 已经下定食物了 即是在门队排队的时候 排队的时候 选择好吃什么 加强翻桌率 没错 一坐下之后 就立刻把单单送出去 就可以等食物了 而且支付都不用人手 走过来给你单单 要么你要拿张卡 要么要出去櫃面给 省了这个程序 之后 你想不想入会呢 要换一些会员优惠 省了这个人手 去帮你入优惠的程序 那就已经在流程上 减轻这个压力 如果有几间分店的老板 其实可以在office 一次过可以更新 所有餐厅的menu 还有可以实时看到 他们在做多少生意 10张桌有多少是坐满的 坐多少人都看到了 这个就在监察上很方便 库面的人手也可以减少 还有库面的人手 如果减少了繁复的落单功课 就可以用多些时间去招呼客人 生意也可以因为这样做多些 其实我那时候开餐厅也是这样的 就是卖了一些日本的菜式 不如就帮忙给一些酒给客人试一下 其实是可以制造好气氛 介绍一些特色的菜 跟客人建立好一些的关系 起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其实落单这些如此琐碎的流程 就交给系统去做 你认为其实现在 餐饮业的电子服务系统化 未来的趋势会是怎样的呢 趋势一定是更加多的 二维码落单 可以自在形式的落单和支付 因为始终这些流程 都是一些很浪费人手的流程 还有是可以自动化做得到的流程 我们数据上已经接近五成餐厅 都开了二维码了 也是一个方便可以做到分析的流程 其实是外国 譬如美洲那边 欧洲其实都比较推行得快一点 香港和东南亚现在就开始追上去 而且电子支付也越来越普遍 所以这件事是一起要有一个趋势的 在2019年 你开展这个数捕二维码落差的时候 我可以用南海去形容 因为当年我相信做这类型项目的公司不多 就算市民大众去餐厅吃饭 都是在说叫市民大众去下单 你让我处理它 它也未必会数 但是现在四年之后 市场越来越成熟 其实市场上的竞争者 现在大不大呢? 市场本来有很多这些餐饮系统的公司 因为其实他们的产品很接近 大家都是做收银的 所以其实门槛就低一点 慢慢演变了现在 由云端的系统出现 由我刚才所说的这么多功能 其实就会开始分别到一些公司 是比较全面的系统出来 我们的云端餐饭系统 其实除了下单之外 还有分析 还有会员制 还有自助支付 现在还有食材这个功能 除了营运上 我们也可以做市场的推广 做宣传 在一些生活平台上 帮餐厅做推广 其实这个是环环相扣的 我的数据可以分析 我的推广有没有成效 因为餐厅的老板 也会很着重他的生意 有没有开源 折楼就做了 开完其实也很重要 我们是比较全面的系统 在市场上 所以是可以分辨出来 而且我们也可以跟一些 不同的合作方 例如政府那边的投资推广署 金管局 其实我们也有合作 这些数据可以引伸到 金融方面有其他的服务 也可以跟一些支付平台有些合作 所以这些都是帮餐厅 去提高它的生意项 看到你们公司的发展 和你的餐厅系统的发展 可以说这几年一步一脚印 越来越成熟 尤其初衡单一的考古落单 到现在刚才说到 可能连上游的功课都可以包括了 其实在这几年的发展里面 有没有一些难忘经历或困难 有的 有遇到一些困难的当然 做创业的话一定是不容易的 其实香港本身的人手 是一个研发方面的人手都比较短缺的 而且成本是高的 所以我们也要想方法在不同的地方 继续找我们的R&D的人手 在海外我们也有一条阶段 资金上也是 资金上也需要一些资金的支持 我们也辛苦了一段时间 也很开心的 我们找到就是美国植谷那边 全世界最大的初创肤发系YC 去投资了我们 所以这个也帮助我们成长了很多 不单是外国的 其实香港很多政府机构 都帮香港的初创企业发展他们的事业 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类似的比赛 比赛前后的获益有哪方面 由香港那边 其实我们参加了香港贸法局的 Startup Express的比赛 我们也赢了Startup Express 其实在这个贸法局比赛的前后 他们也有一些支援给我们 例如就是做生意的pitching 就是如何去找生意 第二就是找投资者 有些准备功夫做了 除此之外其实有很多这些媒体的曝光 都是在贸法局那边带给我们 也都拉起一些银行 例如恒生银行 有一个Inno Club 我们都拿了一个奖行 其实都提高知名度 也都遇到很多其他的初创公司 是可以谈了一些合作的方法 其实互相帮忙 都提供了不少资源 协助你们的生意是发展的 除了香港之外 我想未来海外的市场 都会是你一个挺着重的地方 未来公司的发展大会是怎样的呢 未来在市场上 香港我们会继续增长 也都会向东南亚发展 其实都已经和贸法局开始谈 因为他们在东南亚也有office 会帮我们去做一个业务的托战 第二就是产品方面 我们会将这些数据更加深入地运用 会放一个AI 帮餐厅分析一下 怎样做它的宣传 或者设计下下一个菜单 饮食业相对我们来说 以前就叫做传统的行业 其实当中现在 涉及很多不同的科技元素在里面 可以令到饮食业的老板 一来提升工作效能 二来提升不同的元素之外 还可以提升生意 也有蓝 Tim 你们类似这类型公司的移发和帮忙 今天多谢你的访问 好 多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成功之途